哈喽 欢迎收看凯学数学 小朋友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会把一些小朋友问到的影片 我的题目我觉得比较不错的 我就会把它录下来 那我就把它叫做随便问认真答系列 这个是今天小朋友问的一个题目 它说假设95-a乘96-a等于2006 那95-a的平方加96-a的平方等于多少 好 看起来其实是还蛮复杂的样子 但它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乘法公式提醒 来 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假设这个人 95-a 它叫做大a 那大v呢就叫做96-a 那我现在要求的不就叫做大a平方 加上大v的平方等于多少 对不对 我现在把题目变成了这个样子了 好 那你要怎么样得到a平加b平 你就把a减b括号平方或a加b括号平方嘛 对不对 好 所以我先做一个动作哦 你把a加b括号平方 其实就可以得到a平方加2ab加上b平方 可是你知道a跟b两个相加 其实是一个很丑的数字 因为太大了 所以a加b会等于什么 191-2a 再把它括号平方那肯定挂 所以要不我们把a加b改成什么 a-b OK 所以当我改成a-b之后呢 a-b括号平方就等于a平-2ab加b平 再来a-b多少 你看哦 95-a再-96-a 95-96是-1 OK 所以它是-1 -a-a不见了嘛 -1的平方会等于我的a平加上b平减掉2ab 我知道a乘b在这里有讲 a乘b多少 2006对吧 所以它是2006 所以a的平方加上b的平方 就会等于左边包叫做1 那-4012丢过去是加4012 所以答案就等于4013 好 所以我们要求的答案 其实就是4013 这个题目只是稍微做一点点的手脚 你就可以把这一题算出来了